观念法门里面的解释 说 那有弥陀本愿力 这不是自己的功夫 不是自己的能力 是阿弥陀佛愿力加持 女人称佛名号 正名宗师 急转女神 得成男子 弥陀接受菩萨佛圣 坐抱脸上 随佛往生 阿弥陀佛接引你的手 吹手 把你提起来 放在莲花上 这个时候 你已经转成男神了 那这什么时候转的 坐上莲花 就是男神 还没有上莲花是女神 上了莲花就男神了 这是经文了 我们要相信 这还是山道大师讲的 一切女人 若不因弥陀明运劣志 千戒万戒 横火沙登戒 宗不可地转女神 这说明说 女神转男神 靠自力不容易 什么原因呢 稀奇 六道中生没有变得 一般人所说的命运 命运就是习奇 习奇就是命运 那原因是坚固的支柱 叫秦志 坚固的支柱 不肯放下 念念不忘 学佛了 知道这是假的 还是放不下 什么原因 秦志 习奇 太神了 不容易 那么下面 我们再往下看 如释迦印第 释迦牟尼佛 这举个例子来说 他在印第 也就是 他做六道凡夫的时候 行菩萨道 菩萨道是六度 修这个六度 修多久呢 集一大 阿森七节 勤修 简历 女神 这都不容易 为什么要这么长的时间 这就证明 阿雷耶里面的 叶系 种子 那个力量 多么强大 你很想转 就是转不了 我们明白这个道理 这是真实修行功夫 二 在 这个 男女 厂户当中 无论 无论是什么称呼 要能把这个情 看淡 越淡 越好 对自己往生 有把握 最难断的 是称之 真正修行的 就是用这一句佛号 念头猜起来 第一年 第二年呢 阿弥陀佛 这就断了 佛号功德 不可思议 其贪心 阿弥陀佛 其成慧心 也阿弥陀佛 其欲吃心 阿弥陀佛 他只一起心 不管这个心 是善 还是我 统统用一句阿弥陀佛 取而代之 不可以有第二个念头 就是一句佛号 你就决定 真佛 这是真佛弟子 弥陀弟子 那我们常常想到 我是弥陀弟子 那就什么都不能放在心上 弥陀弟子 心里只放 阿弥陀佛 这就对了 这比什么都重要 千万要记住 修行就在 六根接触 六尘境界之处 这叫真修啊 跟尘相敌的时候 那修是什么 是在跟尘相接触的时候 真修行 真方向了 心里头 真有阿弥陀佛 然后你就晓得 真方向难 八万四千发门 都是真方向 太难太难了 静宗发门 方便 心中有阿弥陀佛 其他方向 还有一个 这就好办多了 差太远了 那我们到什么时候 到了极乐世界 再把阿弥陀佛放下 圆满的 小鬼自行 我们现在讲 回归自行 自行里头也发不离 连阿弥陀佛也没有 才是圆满的 真正的阿弥陀佛 无量觉 回归到无量觉 没到西方极乐世界之前 心里就是一句阿弥陀佛 蛇 海鲜 老和尚 不怪完了 我们就能拯救 一生就能真的圆满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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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